HELLO 大家好,繼續回到傳說露寶石 不知道各位火箭隊的成員準備好給,我們即將就要進入四天王聯盟 去搶奪四天王的精靈,各位火箭兵團準備好嗎? 好,我們先看看我們的陣容,我也先說一句對不起 因為我自己也私底下試過頭三個天王 其餘的我就打不到,很厲害 好,先看看吧,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陣容是完全改變過的 一開始八變怪沒有特別,火焰雞 達克羅伊就是來自第一個天王 至於巨金怪和美納斯這兩隻就是我在精靈箱找出來的 其實還有一些神獸拿進來的 咦?這隻拿回來已經是Bega了 唉,那就沒用了,因為這隻他要在我作劇之心才厲害 不要緊,我吃大王,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 至於這隻的Y,還有伊菲爾塔爾就沒什麼特別 所以我也不會用 我覺得最,就是頭三個天王裡面 不是,頭兩個,第三個我打不到 頭兩個天王裡面最厲害的應該是打羅爾 但是大家都未必知道第二個天王有什麼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吧 好 OK 我們這個打羅爾裝什麼道具 正反了,沒什麼所謂 我們來了 先試一下,試一下 應該會贏到的 因為我試過很多次 不過我還是看好不好 因為我的八變怪,這隻打羅爾爾 是要中多暗黑洞才行的 至於這裡我們要極具拳打打羅爾 這裡打羅爾防了 不要緊 還有機會 還有少許機會 應該沒有問題 打羅爾爾斯神官睡了 OK 這裡要吃藥了火炎,沒辦法 因為出現了一些不可預期的意外 之後這裡惡智波動打斯神官 這裡 都是用極權 斯神官千萬不能醒 這裡 還有一滴血 OK的 等一下 這裡 這裡我只波動打這隻 之後用沖天原 中 好 OK了 因為加了三級物攻的火焰雞 可以一下打四隻 那隻叫做 我吃大王 至於這個陣我們要吃藥了 這個陣我一定要吃藥給這隻火焰雞 因為他捱不住了 這裡用大火推 因為他捱不住了 禁炸應該是打左邊 對 對 黑炎左邊 五百變怪好像中我筆 但是他應該又回血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打不死 我不知道 這個陣我們要用暗黑洞 而這邊火焰雞就用大火推 這隻的Y著 伊菲爾特 暗黑洞 禁炎中了 OK 這個時候我們就再用真氣彈打陀鷹拿 這邊用大火推 陀鷹拿應該被死 應該不會醒著這麼快 沒有醒到 真氣彈大火推 完全不中 打羅伊 巨金怪吧 我們巨金怪出來就用Mega進化再加冰拳 因為我想過火焰雞應該要用來做極巨化 所以巨金怪不是死吧 極巨死亡 不是Mega死亡 為什麼八面鬼打不中人呢 他做了什麼 為什麼好像什麼都沒有做過 好 我們成功打現了第一個天王 現在他的精靈 其實禍英娜是挺厲害的 但要是他這個配技才厲害 他有劇毒和欺詐這個挺厲害的 我覺得 打羅伊拿了 歪咀拿了 我們這次拿死神官 殺綠德我覺得 殺綠德我覺得不太強 所以有他 好 第一個天王完成挑戰 然後第二個 一定要食藥 沒可能不食藥過 我相信這裡 這裡難一點 除非level壓制和神獸 我覺得你一定要食藥 OK 來 第二個天王 第二個天王一樣都是用八面怪擺頭 火焰雞擺在第二個位置 因為之後打的就是一堆鬼系的精靈 這裡是鬼火 劍鬼 接著 需要極巨花嗎 這裡應該不用極巨 我們就這樣用火技 裡面是Mega 我們用鬼火 接著他用近身拳擊 這樣就可以收我的劍鬼 很痛 這隻火焰鬼死了 有點意外 我們打了羅伊 我們打了羅伊 打了羅伊 打了羅伊 馬夏多 OK 鬼火馬夏多 然後用大聲砲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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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不可以用變化技 這邊欺詐一隻 欺詐馬夏多 大聲砲砲 打羅伊 嘩 超痛 打羅伊 就死了 迷2Q 迷2Q 應該會... 打下來 我們電磁波還是鬼火 其實... 鬼火好像會好一點 鬼火會好一點 電磁波反而一般 鬼火吧 打克羅伊 我們用暗黑洞 不行不行不行 差點傻了 對面欺詐是反射 魔法鏡 打青砲 破了迷2Q 盾 這個沒問題 接著... 那隻東西 拒金怪這裡 可以嗎 拒金怪 這裡用自我再生 這裡用... Mega子彈拳 不對 對面好像有氣炸 對面好像有氣炸 我們出來之後馬上就走 換下奈克羅伊 對啦 對啦 他馬上就用氣炸 這邊... 這邊也有氣炸 不是... 這邊用... 再用大聲砲砲 我兩隻打克羅伊 都是大聲砲砲的背景 因為沒有其他技能給他 所以唯有用... 唯有用這招 多龍 電磁波多龍 接著... 大聲砲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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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對啦 因為不夠多龍快 但克羅伊不夠多龍快 所以要用... D4 再加欺詐打他 其實... 需要不需要呢 其實下一回合打都可以 我沒什麼傻 這個大聲砲砲 反而我的歐幻眼想留一留 好像留不到 好像要死的 嗯... 我感覺到... 打一隻多龍 大聲砲砲 OK 非常好 這個陣容 對啦 最後呢 就會有一隻... 這隻... 月亮 這隻蝙蝠 我記得這隻蝙蝠好像會極巨砲 這裡電磁波 再加大聲砲 對啦 因為他的系統有少少問題 所以他極巨砲 依然可以做到以上狀態效果 A炸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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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他封了招技了 我不太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大聲砲 這隻蝙蝠 他打不死我了 應該... 哇... 打到左邊那隻 不要緊... 他這麼怪 這裡... Mega... 兵拳和大聲砲砲 應該就死了 OK... 搞定 好... 這裡... 其實我打算拿劍鬼 但劍鬼的缺點有多少 因為他只能一彎... 一彎用一次 即是用完一彎就要休息一彎 很容易被人讀到些甚麼 不如就... 不如就...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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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穩定做到輸出的 還是蝙蝠啊 蝙蝠也好 蝙蝠 OK... 第二個天王成功挑戰 之後第三個天王呢 我試過但贏不了 試過但贏不了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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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正啊 只能這麼說 他的兵速太硬正了 不過都... 可以試一下的 我覺得有機會贏到的 來 第三天王 好... 他開頭就是這個... 多多兵 再加兵神柱 兵柱 兵柱 他有極光幕的 我們先開極光幕 接著... 接著直接極巨花 極拳 打死一隻雷吉 打死一隻冰神柱會好一點 因為知道多多兵沒什麼技能打我們 所以我們先打雷吉那隻 OKOK 這個傷害我覺得OK 我們慢慢挖死他 這裡用暴風雪 然後極拳 暴風雪主要是為了... 做一點點的輸出 嘩爆炸 不要緊 我看什麼... 我們還有這個極光幕 我們有這個極光幕 達摩芙芙和冰牙怪 沒有記錯 達摩芙芙這裏好像是會極巨吧 這裡就來個暴風雪先 都不知道有什麼選擇 你走啊...其實可以走啊 你放邊怪走 換造美納斯 這裡用極具 極火條斗 益了對面 極拳 極拳打死冰牙怪 其實冰牙怪也沒什麼作用 哇 極具火 打到我的火焰雞裡 對面用撲擊 這裡有Z水技 我的美納斯 Z水技打打打摩克克 這裡用沖天拳 沖天拳 可以打死冰牙怪 極具火 我懷疑是因為有太陽 冰鬼壺進化了 這裡就是我未知的一些狀況 水炮這隻 沖天拳打冰鬼壺 冰鬼壺Mega進化 100秒 極具火 OK 對面是達摩模式 他還有一隻化石鳥在後面 化石鳥可能要先殺 化石鳥比較麻煩 沖天拳打 一火技打 不要沖天拳 我怕會失敗 火技 一失敗很嚴重 冰針 OK 沒問題 這個其實也算容易打 不過可能我之前 有一點點 操作失誤 這樣就輸了 但我們終於贏了 好 這個陣容裡面多多冰 其實他的能力不算太強 冰神柱也是不算太強 大家可以看看 冰神柱是一個特防型偏高的冰神柱 對 264特攻 相當之低 80斤來說 至於這隻的雷鳥 嗯 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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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鳥 對呀雷鳥 沒什麼可以選 感覺這個天皇 那些重也不算太強 嘩 這一關我們沒有死 好像不夠藥 看來這麼少藥 第四個 現在各位 龍是天皇 我們照舊發變怪擺頭 龍之師姐 我們火之冰原參賞 嘩 烈空座 還有毒背比 嘩 這些技能這麼厲害 V熱炎 他有這招技能嗎 那隻V仔獸那隻聖火 那隻不是聖火 那隻V那隻火 那隻火 可以開龍武 我覺得Mega進化嗎 蛤 是嗎 因為我拿了 不是 這個應該是什麼 始源吧 可以的 我們始源 馬龍怎麼打 可以的 先想想 應該烈空座比較麻煩 欸 等一下 這個是極巨嗎 嘩 因為他Mega不可以再同時擊劇 所以我們試試選一個 我們龍武先 其實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嘩 龍點睛打烈空座 這裡看穿 應該是不是 哦 對 Mega 始源的烈空座 我們看穿先 嘩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各位 我先重開一下 這裡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他烈空座 他的毒貝比 龍青群 不夠他快 他的毒貝比 很麻煩 還是不如換蟲先 不如不要白變怪放在頭 還是 想想一下這個陣 還是慢慢的 我們打黑羅伊放在頭 一會兒再弄 聶空座 不過其實我也不敢肯定 打黑羅伊是否比他們快 他們兩個 不 擋了 暗黑洞沒有中 又沒有中 又沒有中 兩個暗黑洞 都沒有中 因為太低命中 他50 OK 一隻針龍 沒有中 可以的 我們馬上換法變怪 然後 連這個 Mega 都不用按 我可以直接 變成這個 然後 就用 龍武 對面的招 這招是飛行技 我們開個龍武 然後這邊 Mega 極具 極具 極具拳 我兩隻都不能用拳 極具飛 沒有辦法 極飛打毒貝比 極具 我不會痛 極具 他不會痛 極具 暫時的速度上,火焰雞應該快一點,打螺姨 嘩!極具防壁 他竟然用極巨防壁,猜不到,這個人用飛行帶,應該可以死的 暗黑洞中了,非常好 之後再加上達克羅伊的特性 這裡也要用晚攻 OKOK,還有沒有 還有一隻暗黑洞,暗黑洞 我覺得暗黑洞應該打下來,Mega盡快用射身撞下來 我們先看穿一下,沒有啊,對面已經是Mega了 替身? 照暗黑洞 沒有中到,劇毒竟然是Z龍 劇毒流,OK的,他這隻劇毒流其實有點虧 因為火焰雞,他還用劇毒是有點不太理解 龍武這屆不行 因為火焰雞好像沒有扣過中毒 大星炮烤再加,飛龍 衝天拳,OK可以 他不斷錄我,死了 有中毒,但剛才沒有 巨金怪出場 暗黑洞再加急凍拳 Mega 殺 哇,他要變身了 美納斯 Z水炮,急凍拳 又用剃身 不要緊 嘩 剛才那下水炮竟然打不死他 他要輸了 他已經輸了 他已經輸了 他機格易得敢用 嘩,真的打死他這麼怪 好 這個陣,裂空座 既然他可以直接拿Mega 我們拿裂空座 好 我們成功打到第四個天王 其實過程都挺艱辛 因為附近完全沒有可以升等級的地方 我只能打40等級的精靈慢慢升 所以 不知道為何美納斯很厲害 是不是因為 是暈彈 不是 可能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用他來 不打第一個 還有第二個天王我都是用他來打 所以他的level特別高 沒什麼弱 只剩下四瓶 四瓶剛剛好 不是,差巨金怪 給巨金怪 還有火炎雞 還有打了諾伊 另外一隻打諾伊沒所謂 之後我們就挑戰最後一個 各位,大家準備好了嗎 為了守活世界的和平 火箭兵團將要向這個冠軍挑戰 來吧 我們 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要登場 來吧 來 八便怪擺在頭上 我有預感他第一隻應該是我要變身的東西 米可利 歡迎你 雲鳴 火箭兵團雲鳴參賞 來吧 過優卡 嘩 甜腩尾後過優卡 這個是防迫勾的陣容 根源波動 噢 火箭兵團雲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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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腩尾後 OK 打雷這隻 極飛打這隻 好 他也極巨 噴水 超痛 極兇 OK OK 加速 藥寶對面 甜腩尾後 甜腩尾後 藥寶 我一百變怪 中了傷害 反而過優卡應該要處理先 好 過優卡先 甜腩尾後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打死那隻 過優卡 極飛打過優卡 OK 極巨祖 嘩 竟然是極巨祖遠 打死過過優卡 沒想到這一招 哎呀 倉響 為什麼會有倉響 對 倉響 80 倉響 這次我贏的 沒問題 這裡 兩下極飛 這裡我們用極火打 極火打甜腩尾後 咦 剛才沒有中到 看不到 剛才那個是什麼意思 沒有中到 好了 為了看剛才的狀況 為什麼我打不中甜腩尾後 我就檢查了一檢查 剛剛發現火焰雞 應該是 他說 對甜腩尾後 沒有效果 對甜腩尾後 用火技 我不太清楚是怎麼回事 因為正常可以用火技打 甜腩尾後 不是草 甜腩尾後 有點古怪 不要緊 不要緊 遲些再深救我們 我們 我們雙打龍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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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聽過的傷害和動畫 美立斯 衝向城 剛剛黑洞 極具衝浪 衝死達克萊姨,不過應該沒問題,達克萊姨應該頂得住 我想到了,限星跑再加極具衝浪 衝浪有點奇怪,我懷疑是有筆 最麻煩的衝出來了,草哥 好像打不贏了,整個局面立即贏不到 大星跑,暗黑洞 衝浪 好,扯了一隻貝洛地 醒來一隻 大星跑 水跑 水跑沒有PP 不要用水跑 等下打死一隻打克萊姨 好,被傷害打到美立斯 我們再用大星跑 OK 草幹 巨招怪 巨招怪完全贏不到 再捲一捲 Mega 暗黑洞 欸,中到 OK 超痛 這個法郎 再捲 沒有中到 草哥 暗黑洞 衝浪 中到 OK 立即犧牲一隻 大克洛依巨金怪上場 然後這裏 Mega進化 Mega進化 用 被除打 衝浪 然後加衝浪 Oh no 巨招怪醒了 其實這裏贏的 只要我活力碎片就贏了 各位 但是不要了 這裏 在這裏就不要了 堂堂正正的火箭兵團 我們是 堂堂正正的火箭兵團 還會吃藥嗎 精神強烈 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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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應該巨招怪不能留 巨招怪應該要死 搞死 嘩 解兵 解兵 哈哈 哈哈哈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無理 應該贏的 剛才那場 怎麼會結兵 不然總是這些10%馬上結兵 好了 我們繼續試一下 好 一如既往 好像剛才那樣 打雷貝爾加 這裡極具 飛 飛一輪 剛才火火 不知道為什麼打不進 如果打得中了應該可以 OK,這裡極,然後再打雷 WOW,過去了解決死了 咦?打火焰雞,OK 火焰雞留我一點 水龍,根源波爐是什麼技術,其實我不是很熟悉 根源波爐應該打兩隻,因為應該是水熟悉,然後打兩隻的精靈,特攻向的 這隻會用打雷 這裡極飛...其實不是,不如用暴風雪,然後極飛打這隻 打隻甜蠟美猴 死!WOW,歐痕的傷害 沒辦法 打羅伊,暗黑洞 飛行打這隻 應該打不死,應該會... OK,中了就行了 我打算梳魚龍就是打死火焰雞 那現在打不死就更好 巨招怪 暗黑洞先 這裡就用...火箭不行 衝天拳,沒得選 打梳魚龍 沒了,打巨招怪 精神師馬 急凝 以上就用急凝拳 有點古怪 我懷疑他配錯技能 想想 他的那隻這樣幾隻 雙打羅伊 暗黑洞暗黑洞 OK,行了 暗黑洞暗黑洞 跑跑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鬼計 我覺得兩隻一起鬼計 精神之牙咬了 雙大精牌咬了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打死絕妖怪 鬼計了 對 雙鬼計打羅伊 不要成夢了 倉響和草狂 暗暗暗暗 OKOK 暗暗暗暗 淘滿好 我桑冶 這是陣容好 隊長賽 地上大 producing 最後當中競爭 火絕冰團 DNNNNсы 狀多 終於買了個優卡,成為冠軍了,我們綁著冰團成為冠軍統治世界了 打克羅伊其實怎麼說呢,第一個天王拿到打克羅伊其實是一個很優勢的方式 他應該沒有什麼二周木那些 我們回到家 這裏應該會旋飛,這個旋飛就可以去到對戰開朵區 說什麼 我按了太快,他不知道寫什麼等級上限 這個什麼,全國地圖 好,我們現在就成功打贏了這個死天王,43個小時 雖然這個中數不算太特別 好,再回歸看看我們的陣容 其實這個陣容,主力好像放了這三隻 1,2,3,4,這四隻 至於巨金怪和美納斯,巨金怪真的陪跑 可以說真的衝著那個Mega進化而加進去 至於美納斯就很硬,挺強的 剛剛第一場是差一點點贏的,美納斯 不過可惜的就是...被人急凍了 所以沒有辦法了 好,然後我們看看拿過的精靈 死神官開始了 勇敢死神官 有些技能就有點奇怪了 這個港幣放手 嗯,靜電這個特性 對了,Mega,喂? 嘩,中特性 算不算中了裂空座 固執,算是另一個特性 算是另一個性格 算是中了的 死神官 加特攻減火 自続下的大雨無效火 噢,因為死神官 因為死神官所以用不了火技 因為她的天氣我完全分不清楚 我都忘了這個特性 OK,那我們這個傳說露寶石 就此結束了 應該沒有二周目劇情 所以... 這個火箭隊的模式其實都蠻特別的 真的,讓你體驗一下 可以搶奪其他人精靈的樂趣 在其他一些版本上 都不會玩到的一些模式 蠻有趣的這個模式 至於這遊戲呢,評分多少分的話 其實...嗯... 我覺得它的模式其實都很多 有不同的模式 我記得它有搶奪模式 即是火箭隊的模式 然後又有... 隨機模式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極限的模式 真是... 死一隻精靈就當它死了那些... 這遊戲也有配... 再去玩或者再去看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想看你玩那個極限模式 試一下感覺如何 因為我都自己沒試過那個模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想看可以在下面留言 至於這遊戲的評分我大概會給8分 8分左右差不多 或者7分或者8分差不多 我覺得它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火箭隊的模式 還有它... 隨機模式 因為它自己的遊戲裡面 設定了一個隨機模式 其實也是一個突破 我覺得... 在這個... 改版裡面 在這個改版裡面 它的系統 算是一個突破 因為我沒見過 我沒見過有這樣的... 設定在裡面 在... GBA裡面 通常它會在外面搞 即是它不會在遊戲裡面告訴你 通常在外面那裡 有些程式可能... 一早教定要隨機這樣 所以... 各位火箭隊的隊員 我們終於解散了 我們... 終於統治了這個天下 這個冠軍 所有的精靈已經被我侵略了 我的精靈箱是擁有多少盒 7盒8盒 真的是... 十分之多 OK 那今集的... 傳說露寶石人 也是最後一集的傳說露寶石人 就在這裡先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 其他版本上 各位 拜拜